6月22日,星期一 今天米娜老师突然宣布 明天要进行考试 这次考试虽然只有判断题 但答错了也会倒扣风 不及格的放假还要回学校补考 我害怕补考 于是找到学霸小龙 用一星期的伙食换取他的答案提示 如果小龙点头表示正确 摇头表示错误 考试前米娜老师在讲台上严肃地说 最近呢我发现有些同学考试的时候 互相传纸条打手势啊 什么摸耳朵啊摸鼻子啊 花样百出的 我警告你们 在讲台上可是看得一清二楚 别给我甩花样啊 试卷发下来后 我非常担心 小龙可能不敢发暗号了 过了十几分钟 就在我差点睡着的时候 小龙终于把头点了一下 我兴奋不已 马上打了个勾 过了一会儿 小龙又点了一下 我赶紧再打个勾 但小龙的速度也太慢了 一分钟点了还不到十下 可能是为了不被发现吧 小龙这人最大的优点就是稳重 这是同学们公认的 胶卷前几分钟 我终于把所有题目打完了 回头检查 我立马傻眼了 试卷上全是勾 再看小龙在那慢慢地点头呢 没能多想 交卷时间已经到了 我只好把试卷交了上去 我过去拍了下小龙 他才惊醒过来 原来这小子打瞌睡了 不好意思啊 我刚才太困了 我恨不得一巴掌扇过去 小龙为了表示他的歉意 包了我一周的伙食 这天成绩要出来了 米娜老师感慨地说 我出的这套试卷 没有一道题的答案是错误的 平时成绩很好的同学 明明已经打勾了 但最后又改成了差 说明这些同学还不够自信呢 要有判断题全对是没可能的 倒是平时成绩很差的小恐龙 这次去考了个满份 你们所有人都应该向他学习 我愣得差点蹦起来 而小龙则低声跟我说 小恐龙 我一周的伙食给我还回来 我一周的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